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一生地祷告 参考经文 使我认识基督 弗利比书三章十节 研究人员在欧洲逐家采访 询问人们有关他们相信神的事 他们提出的其中一个问题是 你相信一位介入人的生活 改变历史进程 施行神迹的神吗? 对这个问题的典型回应是 不 我不相信你说的那位神 我只相信一位普普通通的神 我承认 我们很想选择相信一位普普通通的神 就是一位在我需要他时才出现 但在我平日生活中 却大多数在背后保持默不作声的神 信而圣经不容许我们 只持着这个普普通通的神的观念便算了 我们在新约圣经中认识了耶稣 他进入我们的世界 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罪的重担 代替我们受死 从死里复活 后来更升到天上 与神一起掌权 这位神肯定不是一位普普通通的神 事实上 圣经中的神 会以各种出人意料 美妙 具颠覆性的方式 闯入我们的生活中 这位独一的真神 的确是不同凡响 这一切都在保罗 这个感人的祷告中表明出来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然后更经历他的复活 这是一个多么出色的祷告 假若这个祷告成为我生命中的祷告 它会怎样改变我的一生 假若我为我生命中的人这样祷告 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耶稣 我很想认识你 求你叫我学向你 好叫我能够经历到你复活的大能 奉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